就是看正面 那骨盆是有点高低 这边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那我现在看这个病人 你看他的髋关节是好的 他都还有髋关节的空间 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 那我现在看病人还会看他的肠器 这个肠器在这边还是可以正常 但是他在这边有一些阴影 这阴影大部分是宿便 就是胰壮结肠 他这里便没有摆干净 所以产生一些阴影在这里 所以你的后面的效腹 那要好好的推 把那些脏的大片把它推出去 那我自己是用水疗 水疗 把它弄出来 弄出来好的话 这个东西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阴影会不见掉 我目前是有注意到这些东西 那侧面的话 你看这脊椎的弧度是很好 你整个人也是蛮挺的 弧度是很标准 你这个不会输给18岁的少女 这还不错 然后你的腹肌也算扎实 稍微有点点突出 但是这个空间是还不错 我们的经验是说 很多病人是这里凹下去 然后小腹会突出来 你算是还不错 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要让这个再更紧实 这条曲线要更紧实 那就是做我们那个 那个叫做清平边水 那你会让小腹的丹田能够收缩 就是让它紧实起来 这是我对你的这个 现在X空的评价 都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骨刺 颈椎也很好 颈椎也很好 好 可是问题是它是不舒服的 颈部 所以它不是骨刺 我是看到它是有侧弯 上面是侧弯 这里是侧弯 对啊 这整个细菌是有侧弯 侧边的时候 它是没有看到骨刺 往后面长 所以这个东西都还好 我们看过比这种更严重的 好不好 我不跟那个 你现在就是说 标准比不跟 对啦 这个东西一定会在进步 你只要把它拉开 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只要把它拉 像我们的所有的关节一样 是 stretching开来它就好掉 请问这个一个一个的洞是什么 它的长气 所以我有很多长气 它的长气 好的 长气 这就是我的长气吗 这些都是我的长气 素变是在这个骨盆 这个乙壮结肠这边 为什么我这个骨头不是很很 这个形状怪怪的呢 骨头本来就是这个形状 骨盆本来就是这个形状 骨盆就是这个形状 那你说我是有歪斜吗 歪斜是在这边高 这边低一点点 那这个要怎么做你呢 这个普通我是用暴吸 就是宇宙盖的那个做法 宇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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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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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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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盖